丁俊辉开赶就给奥沙利文钓鱼 黑球没被锁死 要拼吗 拼了没劲 丁俊辉机会球 顶带上手没问题 中带篮球也OK 看来丁俊辉先手优势有了 白球直接下到台面下半区 要清理黑球旁边的俩红球 先把咖啡球归位 然后细腻围球包橘子 丁俊辉打得很专注小心 黑球下方红球应该不能直接处理了 转中带 可惜了 机会给到奥沙利文这边 还是没打进 丁俊辉还有机会 顶带没问题 也找到篮球了 要不要直接炸一下球堆 球运如何 两侧底带都有劲 但都不容易 得小心了 稳了 难题又来了 哎呀 还是没拼接 奥沙利文的准度 还是不行 今晚看来状态有点不妙 但球运不错 意外做成了一杆好防守 丁俊辉 这一杆解球失误了 白球滞留台面底部 奥沙利文 机会又来了 这比赛太细剧了 炸球也不错 这下子 丁俊辉有点危险了 这几下子 台面彻底被他明朗化了 虽然比分还落后 但只要他不手抖 丁俊辉就凉凉了 比分反超了 真是给机会啊 奥沙利文这关键黑球打丢 丁俊辉必干制胜机会啊 看看能不能把握住 最后红球 还是没拼劲 双方要PK防守实力了 这是一杆钓鱼吗 奥沙利文没进攻 但也没防止 丁俊辉准度炸链 这局应该是稳了 狭路相逢勇者胜 就该这样子 黄球 继续要准度 哎呀 不妙啊 绿球自己给自己 做了一杆斯诺克 这比赛剧情 让人紧张得忐忑不已 双方又一次赞同 一起跑线了 继续要准度 没劲 但也没露球 双方继续厮杀 双方继续 丁俊辉 攻得很凶啊 奥沙利文 一直在做球 但迟迟没做上 这次还留带口球了 丁俊辉机会 稳了 咖啡球也形成小面 得上架杆 终带篮球 要跑台了 看白球走位 绝杀粉球也有了 厉害 黑球也没问题 丁俊辉 开门先手拿下一局 推荐 樊辉 帅 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